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年以前 我在成衣店卖衣服 从来不在买 因为很健康 如果去两岁 32寸褲 又不用改 又不用改短 又不成 我的脚很简单 现在就戴着幕了 36寸褲头 褲子又这么长 这种主要改 又要成 要自卑 所以我经常有个心 想去减肥 减肥便可以买领衫 可以学习我的朋友 穿粉红色鸟褲子反领 黄色褲子 你不覺得年紀大人喜歡這樣穿 但我真的很頂不住 反領鋪鋪鋪也更勉強 如果要接咒 我真的頂不住 但不知為何 由我90年代在SOGO做的時候看到那些 都是這樣穿的 可能我也要把她的青春還回 我剛剛定完這個目擊眼藥水 說實話 今天有個在芝加哥的網友在吵架我 她說女人都要配眼鏡 為甚麼呢 這招式和我現在的情況一樣 我現在看的東西很蒙 目擊眼藥水為甚麼蒙呢 因為其實我左右眼睛在1000度近視 因為我又有軟視 所以我就配不足1000度近視 那副Coin就是配800度和750度 為甚麼要回顫文和軟視 要不然我就要帶甚麼漸進等等的原因 為甚麼現在看的東西那麼蒙呢 我其實後來想 我應該有一近視沒有1000度 可能是900度 所以我看近視差弱了 因為我可能要回顫那個道數 那副Coin應該不是850 可能是800或750 那副Coin應該是700或是600 那副Coin應該是650 可能是麻煩的 網友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其實呢 如果你敵得久 敵得兩三支的朋友 很多朋友敵過了 我不要說你有眼底病 其實你說法國看清眼鏡不對 是一點也不奇的 只要你知道近視的原因 以及這隻AKK技術的藥水 即是眼藥水發揮的效果 我們年紀大當然是差一點 但如果年輕人 青春期的那些 很多時候幾十個段時間都搞定 我今天呢 還有一支東西很便宜的 我明天等一次介紹 那是給暗瘡的 大家認在甚麼呢 你沒有暗瘡不要緊 你有暗瘡印帽 他噴下去連暗瘡印都好 是那麼神奇 噴東西都可以放在白玉帽 噴東西都可以放在肚腩 噴東西都可以放在肚腩 這是生生的事實 明天我們會善化我們兩部 特別是第二部 那部嚴血機 價值 好幾十萬 我們 明天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會送給網友 做一個免費的測試 當然要購物 購物要多少錢 送你一錢 物理一定是購的 你是不是也要用的 譬如說我要10支銀藥咀 你本身也要購買的 但是就送你一次 看你這麼猛 要兩次 檢測 而且要幾花時間 一個檢測要十幾分鐘 所以我們要安排要約 要預約 好了 今天我看到一篇這樣的文章 有一個加國的華人 加拿大 就翻完我們偉大祖國 將他所見所聞就說出來 這段是很簡單的文章 但是近來我們很少說 大陸的環境 因為 都一言難盡 但是這就是我們看這篇報道的一個加國華人 的感嘆 我們現在平時看報紙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大陸經濟很差很靜 深圳都靜的 珠海都靜的 不過就正經有香港人上去衝一衝 失業率很高 我們這些舊資料 年輕人更加難民地做 年輕人一張白紙 剛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往往 他是沒有經驗的 你作為僱主 當然不會 優先請他 失業率很高 熟練的技工也不容易找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 工資 不夠養介 也是散工 為什麼呢 因為有好幾個最主要的產業 早兩年的教培 一個 不用說了 就是房秘產 一個 近來傳出來 剛剛被人說 加原水的 電動車 甚至 太陽林電熱板 甚至乎是無人機 這些產業 他受影響 因為火車頭來的嘛 我不要再說外資 陸續撤退 去印度 去馬來西亞 去越南 不要說那些 但是 譬如你說 你能想像到的 我們不是做一些行業 那你說 房地產 牽涉多少 人力 物力呢 劃積那個 銀行借錢那個 律師樓做買賣契 車 起樓 運輸車的那個 造鋼筋的那個 造水泥的那個 造燈的那個 造傢俬的那個 造牆子的那個 造油漆的那個 造電工的那個 是牽涉到多多個工種 那你的樓券不行啊 車 先不要說現在人家加稅 我們那個 電動車的外銷可能不一般 你說外銷去 低稅的國家 那些南亞兄弟會不會跟你買電車 首先 我想說 他們有沒有這樣的 加電站 我看一些數據 今天看一些數據 我另外找到 那些車 中國的車產能已經遠遠超出 國內需求 但是仍然用經營的速度持續增長之中 預計2024年 這個是去年 就有2000萬架 過剩的產林 所以 全球汽車市場 現在很憂慮 怕它擲火 為應付這個供大於求的局面 中國將開啟低價割喉戰 以廉價的價格大量出口海外 也就是這個原因 於是 外國別有用心的人就加你水 等你沒有精神力 那這輛車怎麼辦 那 這一輛車 如果那些廠真的不行 因為現在太陽流強 根據過去的經驗 想 可能只剩下一兩間 我不知道 那你車的產業又是涉及很多 已經不說經濟 而是涉及很多 涉及很多東西 這個人又說噴油 那人又說做 那個車的地毯 這個人又說做 這個配件的螺絲 涉及的行業又有很多 然後 再之外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外資的廠 做波鞋也好 低端一點 做衣服也好 低端一點 高端一點 做晶片 全部都 做無人機 多數都是自己在大陸做的 他不來 又是沒有的 所以那些失業率是最嚴重的 在有錢的時候 每個人的面容很好 每個人都說喝一瓶紅酒是Lavit 喝一瓶茅頭是多少 但是 這些流氓一爆 說到最後 現在就不是說 什麼享受 而是說最實在 最在地的就是 就業 和吃飯 那麽其實呢 如果大家 不要只看《比利晚報》 如果有時間的空間 其實看《X》就有很多的 不一定要看《抖音》 那麽就容易了解 我記得早前 有一條叫做 太原 那個女生跳橋的 那件事早上兩個禮拜 十五歲的女生 記不記得那件事 老爸老母離了婚 就沒有養她的 十幾歲 那她就和我爺爺一起住 所以爺爺病了 有沒有想像 好了 老實說 你這些事情不是單一的事情 那你見到一個女生十幾歲 老爸老母不要他 因為他離婚了 他就照顧他爺爺 爺爺傷了 打電話給他老爸 老爸說撞了他 拉黑他 打電話給他媽媽 他的媽媽就改嫁了 就說你不要找我 你怎麼關人的事 他跟他媽媽借 你憑什麼還給我 好了 當然他媽媽是太痴癮了 但是你一個十五歲的女生 我看見那些只是看得到你流眼淚 你媽媽如果你有十五歲的時候 你的家庭已經這樣了 唯一是雙衣為免阿爺的傷了 你只是幾百元 和媽媽只是五百元 媽媽也可以這麼狠 你會覺得自己是被 遺棄 一個女生你怎麼面對 一個兒童怎麼面對 阿爺就是這樣了 阿爺親愛他的 結果他就跳 在太原那裡跳橋 當然 跳橋的時候 周圍這麼多人 竟然沒有人救 但是 你說一個國家 OK 強國 對這些基層的基本照料 為什麼他爺體醫生沒有了幾百元是沒得看的呢 我們香港 現在我們怎樣表也好 怎樣表也好 如果你是 那麼緊急的 他也先醫了你 不會因為沒有錢看醫生 你會想要生病 生病 生死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也不會說 他是什麼 來一個加拿大華人 近期會中國 這個叫做Kevin 他說 目睹國外經濟低迷 樓市小條 大街上年輕人死氣沉沉 日日 都有對生活失去希望的人跳橋跳河 不由敢嘆 實在累氣太重了 為大祖國 這個叫做Kevin 加拿大華人 他說這次在疫情之後 第二次回到中國 他感覺到 國內的人淚氣很重 沒有笑容 年輕人特別 反而有些老年人在廣場 跳舞 還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很有朝氣 我想你看到那些老人就是那些大媽 他們來說也是 可能他們在開訪幾十年找到少少職促 也對前途都到訂了 又沒有就跳了 但是年輕人又怎樣呢 你連一二千萬個畢業的大學生 其實現在三四年前已經說的那些大學生 畢業等於失業 又說要做按摩 現在 你想想一下 你大學生 先不要說你讀完大學 你會對自己的將來有些期望 你來到深圳 因為人頭於是 就算被你找到 都是賺四五千元 那你深圳怎麼生活呢 你何必 不如在家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近路族 直接不肯做事 在家吃 吃媽媽 老爸 再不是的 做一些最低 的part time 再不是的 他說 你好馬井請 我是中國銀行 孫仲卡 夠人 有多少收入 夠我吃就行了 一個人要賺三百元 他說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或者覺得生活不如意 覺得生活沒有希望 那麼 這個社會怎麼會有希望呢 他說幾乎每天 他在 內地 我想容易看到這些報導 都有人跳河 有人自殺 淚氣會不會太重 他說 山西太原跳河 那件事震驚全社會 山西山政府 緊急在 高橋兩邊 滬蘭加高度 並派出大量守橋員 那你認為是不是有多元 那我就不在橋上 問題是你要給人民 一個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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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保障 人民就不會沉死 在這些絕路 是吧 好了 我減少一點 他說 27號 即是早兩天 中午在南中環橋 有一個女生跳河自殺 為什麼 每天都有人自殺呢 我覺得是因為中國經濟 找不到工作 很多大學生 畢業出來幾年 都只能夠跑外賣 開網約車 2023年 這裏是說數據 政府那時候公佈 失業率是21.3 然後就索性說不再公佈 這是去年的事 不再公佈失業率 然後就被不知道有什麼學者踢爆 不是啊 跟他計算是有40-50%的失業率 你要記住 大陸計算失業率就已經很有趣了 一個星期做一個小時就不是當失業了 這很奇怪 但他們都可以計算到21點多 但是 哈佛的女學者 張丹丹 應該是北京大學 就說 其實應該是接近五成 你想想 社會 五成失業率 會是什麼事 這個加拿大家Kevin認為 因為 中國社會太捲了 我不在那裏解釋那個捲字 崗位那麼少 人那麼多 爭取那麼少的資源 那你說怎麼辦呢 他說很多人 現在都是賺三四千元 有技術職位的 好一點有五千元 但是 那麼多年都沒有 加過薪金 好像公車司機到現在都是三千多元 但是物價 我們不要用九十年來看三千多元也很好 你生活不了 所以我都經常奇怪 我都不明白你怎麼生活 有時候我早就叫我姐姐 因為她做一個黑客人 那些人都說沒有呀 三幾千元而已 但是豬肉 跟香港那麼貴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生活 現在商場看到的商場空空蕩蕩蕩 除了美食廣場有人吃飯之外 其他的店鋪是沒有人走的 劉家 現在 不要看 他自己進去的商場 是跌了百分之三十四十 如果 是一些異性的省市 甚至乎跌到百分之五六十 他記得疫情前 廣播 也會播放賣樓的廣告 現在連賣樓的廣告也沒有 因為無謂浪費 外貿 當然也沒有 他有一個朋友 賣進口食品 誰知道 上次來一批貨 是一件都賣不出 就數了幾十萬 你還可不可以來第二批貨呢 他說這次回國 還有一個感覺就是 中國沒有錢那麼開放 那些人越來越不敢說話 而且最重要就是 沒有什麼外國人 這個就不用特別報道了 又有反間諜 我怎麼來呢 他說有個發小 什麼叫發小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從小到大的匪語 從小到大的 家庭膠 例如我老爸做的老大Friend 我跟從小到大 世膠 他有個世膠 都是華人 都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他有一次 想著 中國辦 中國簽證 但是結果後來 就跟他說 我也是不回去了 為什麼呢 他怕這個 反間諜法 甚至乎 他說以前 因為爸爸媽媽是廣州人 經常回廣州 在香港轉機 現在 他們連香港 都不想去 為什麼呢 已經變成臭港 所以爸爸媽媽 都直接回廣州了 他就不回去了 因為在加拿大出生的感覺 現在香港有能力的人都走了 我們加拿大就有很多香港人來了 起碼 雖然是藍品城 也算是自自遊遊 而他的國內朋友就跟他說 其實現在 現在 他講一下這個報道裏面 那些朋友 他們差不多都覺醒了 每個人都翻牆 之後就看Youtube 以及每個人都準備移民 當然是不是這麼容易移到呢 就是後話 是不是覺醒 我跟他講 但是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亦都因為 這樣的經濟情況 他就怕亂 壓迫越來越大 比監控 你又 找不到 壓迫越來越大 你就會有外務之心 這個是惡性循環來的 但是他不去 監控你嗎 又怕你那些人會造反 陳誠不說這樣的影片 所以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 珍惜你們繼續可以上深圳 消費的機會 還有太平盛勢 這個是加拿大網友 他說 我真的不敢讀這些 因為中共總是覺得這些抗議 是沉釁之事 不用他說 其實這個是惡性循環來的 但是 經過幾十年的反覆檢測 我們經常會想 其實你可以懷有 但是他們會發覺 就是穿著他們的經驗 他跟我們相反 懷有就死了 所以一定是要繼續這樣 他一定是繼續這樣 你看看香港 他不會理你死成怎樣 他就是計算目的 起碼現在很安平 很太平 是不是 你敢做什麼 那也好 太平的 我們可以繼續做生意 安安靜地做生意 希望我不會成為 下一個渣哥 只能夠這樣說 OK 好了 我們明天千萬不要放過節目 我們真的會有兩個醫療儀器 價值 連成 而且真的非常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我相信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網友 在做醫療儀器 或者在做醫生護士 真的要看 我想你們的工具都未必是我們那麼先進 那麼利落 知道所有東西了 一指頭一地血 好 今天再見 拜拜